力敬558 它就說沒有貨的可不可以進入呢? 如果是的,是甚麼價位呢? 力敬,沒有貨 李鑫,我有力敬 如果你有支持者 可不可以簡單講解一下它的業務呢? 為甚麼大家會這麼喜愛它呢? 它是Tesla概念 Tesla,即是它是 它是供應甚麼東西給Tesla? 它是供應一個機器給Tesla 機器做甚麼呢? 就是幫Tesla去壓住那個車殼 也有幾高的技術含量 所以為甚麼力敬可以由一、兩元炒到最高二十多元 但是我都說了很多次 你技術走勢看其實是不漂亮的 你想想Tesla已經破了頂 你看到它這次反彈也是破不了頂的 證明了之前二十多元就price 了大部分的憧憬 接下來可能叫做炒range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力敬都出了盈起 但是盈起那一刻應該是19.5元左右 接著都已經是衝不上去 你就知道真的炒了range 這樣就算了 你下面是否看著大概 十六元 十多元左右的位置 上面看著20元 我想現在這些位置炒range為主 因為錢已經炒了838 所以近來就會相對靜一點 寧願盈起一個好位置做 還有最重要的 不要想著是以前的力敬 它會相對平穩一點 好的 大家最瘋狂追捧它的熱潮可能已經過了 你剛才也提及過益和838 這一隻也是Tesla概念 是的 那它的業務又是做些什麼 它是做應該是車的車架 就是車座椅的車架 所以技術含量是低於500不少的 但是你問為何近來這麼厲害 我想是那個叫做spread的分別 因為始終你500由幾億市值炒到幾百億市值 那已經pricing了很多 那是益和的 雖然它的技術含量低 但是它始終現在的市值 都是在說30多億 就是說Tesla是過萬億美金市值的公司 有一個概念股是三十多億港幣 那些錢怎麼都會追捧一下 所以變成近來就炒得這麼輕 不過你看到近來就是 去到這幾天都開始剩下一點 就是看看10天線那些位置 如果要搏的話 你就要看10天線站不站得穩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入場 我也覺得有直播率 那你設定很緊的指示 你說當2元指示 10%左右搏它上去 也有直播率 這隻它和Tesla就真的在供貨 不是一個憧憬來的 不是憧憬來的 是有客戶關係的 那看看你會不會試一下 你問我短炒 益和是比較好炒的 益和起碼你看圖也看到 還是向上的趨勢 558就真是死固固 打橫行 就沒有什麼短炒的一個空間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短炒 就炒8300 李珊 我有8300 好啊 那譬如奈西特 也是一隻汽車零部件股 它暫時就是GM、Ford 這隻你會不會衷敬 它有機會和Tesla簽約 這隻如果大家有留意 是否高敏和大摩出了報告 它有暗示過奈西特 其實應該接了Tesla的單 是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價格也不差 奈西特自己應該出通告 如果是這樣 這樣說 因為他們這些 我不知道是否簽了保密協議 有些公司特意不說 不告訴你 讓你自己去找 我想奈西特可能也有這樣的情況 但你看圖 最近又真是帥氣 我覺得如果你說炒Tesla概念 這隻也可以留意的 是的 1316就是奈西特 Empire 到處第1項 1在ヒア 3 1 1 4 2 4 5